有一次顾客给他剪头饭 让他给他烫头饭你知道吧 他就咬住死咬住人家那个顾客 说人家大脸盘子烫出来绝对不好看 结果倒好工作被辞了吧 毕竟来找我的吗 我就这么说了 我说这个发型在你这个大脸上脸上 做的不好看 我给你重新设计一个 前脸小的发型 当时我也不知道怎么就被辞了呀 大哥 那你说他花了冤枉钱 因为说不会说话 反正工作丢了是吧 他朋友多吗 他朋友还行挺多的 那就行 但是多是多 他还得罪了一个 为什么呀 我们那次不是他带我去朋友聚会吗 他哥们开了一个派对 然后他就看他那个哥们就是说 换了一个新女朋友嘛 他就感觉挺好奇的 说看看他那个新女朋友 结果人家看见我人家倒好 你知道人家这话咋说的吗 哎你知道吗 我哥们的前女友长得倍漂亮 但是我感觉能和你这样的在一起 那肯定找到真爱了 他跟他哥们的女朋友说什么 对呀 他哥们也在旁边 我好想一祝福你知道吗 祝福已经天长地久嘛 你那么一说你旁边的哥们脸都绿了 你知道吗 本来我哥们前女友确实长得挺漂亮的 对不对 我都实话实说嘛 我希望我哥们又后来找个这样的女朋友 那我觉得找这样的女朋友 我希望我哥们能找到真爱了呗 那我就祝福他呗 有你那么祝福呢 你明白就去添乱我高年 你说他在朋友面前说话不注意也就得了 是不是 他在我家里面他还是这样 我刚开始把他带我家的时候 我认为他挺老实嘛 总比那些花言巧语的男的好 他在我家里面我爸就说他是干什么的 他倒是挺如是回答美发的 一个月震的也不是很多 我爸说没关系 只要是还年轻能奋斗 只要有上进心就行 然后又问他你这以后有什么打算呀 你知道人家怎么说的吗 人家就说我今年剪头发38 明年我要剪到48 你这志向真高大哥 那你现在要剪到88也不现实吗 对不对 那我没那个能力吗 不是你是不是你剪到48了吗 现在 我剪到了 那就行吗 他到现在都还认为说的是 我我的远大志上就是让他剪到88 人家说你放心 我以后绝对剪到88 你的目标也就是 20今年涨20 明年涨10块 后年涨5块呀 那倒是你 你爸也没说这事呀 也没说什么 就说我有什么打算 那我就这样实话实说了呗 你说人家一般的男朋友不都是说 哎呀我今年买个车明年或者买个房 人家这志向多远大呀 所以姑娘你看一般的你也看不上 对不对 你看这些小伙子挺好的 你你父亲怎么着就不高兴啊 觉得没不高兴 他当时那么一说 我爸一头雾水 我说你这孩子真实诚 啊真的挺好嘛啊 是挺好 然后后来说出来我都嫌丢人 那次我表姐 我表姐不是也顺便来了吗 但让闺女一块说吃饭 吃饭的时候 说让小孩子给大家唱唱歌乐呵乐呵 刚刚幼儿园学的儿歌嘛 然后唱了半截 我们大家都挺捧场的 这大神直接就来 就哈哈在那大笑 完全不顾我们大家的 就是就是尴尬 你知道有多尴尬吗 我就我还当时还给他圆场 我说你笑什么呀 孩子唱了多好听 他倒好他来了一句 那唱得好吗 第二都跑到国外去了 唱就是难听 那我笑还不行吗 你憋不住 你憋不住 你就不能给孩子留留自尊心 是吧 你说你不哄还好 你那么一哄 孩子哭得更厉害 怎么了 那你又看孩子哭 哄一哄了吗 不行不对吗 有你那俩哄的吗 你告诉大家你咋哄的呀 我就说宝贝 你再唱你再唱一段 这次我肯定是鼓励你 给你鼓掌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